您有在桃園市乞乘过电动机车吗 各式各样的电动机车在桃園市的马路上穿梭 因为桃園市政府大方补助电动机车 不仅冲高电动机车实战率 同时还设置电动机车充电站与停车格 借此打造电动机车友善环境 目前桃園已经有超过7万多辆的电动机车 那充电站也超过1200多个 那停车格也超过3000格 整个电动机车的友善环境在桃園已经形成 那事实上以这个GoShare或iRent来讲都很方便 那GoShare也是在桃園率先实施做示范区 那我们欢迎各县市分享 推动绿色运输的经验 那桃園在电动机车的部分 我们确实走在前面 那我们制定的各种补助方案 也的确是各县市参考的标的 桃園市政府近年来积极推动绿色城市 不仅让桃園市的电动机车数突破7万辆 同时市府也跟电动机车业者合作 推出共享电动机车 不过市议员牛许廷认为 桃園市政府应该先完善大众运输 才能让共享电动机车发挥最大效益 因为我认为进步的城市 应该是以大众运输为主 也就是说你要想把单位 就是你占用空间跟运输的总量 其实汽车是不效率的 也就是说我特别是一个人开车的时候 你一个人占掉这么多的交通空间 但是你并没有办法充分搭乘运输 他们在这种交通界在讨论的时候 最有效率的是公共汽车 就是你一个单位里面 你是四五十个人 可以用相对小的空间 去达成通勤的效果 那在大部分的时候 我使用大众运输 但是在极少数特例的时候 我透过这种共享载具 比如说Irant UBike 然后这个Golshare 这样的方式来处理的时候 我认为是可以的 因为它是一个互补的概念 我去补大众运输 遗漏下来的那些细节的部分 这是可以的 目前桃園市内的共享电动机车 数量众多 而桃園市议员有许庭建议 桃園市政府应该先妥善规划 桃園市内的大众运输 并透过共享电动机车 来补足大众运输工具 无法服务的区域 借此才能让桃園 朝绿色城市迈进 记者网络军团报道